畫面中可以看到大樓地下室 警鄰大座 農煙密布能見度相當低 上班人員到場 趕緊將起火轎車破壞 並部署水線灌救 也疏散了約20名社區住戶 所幸無人受傷是有驚無險 派遣了39車75人到場 來做現場的救援 火警是發生在地下停車場 所以一開始產生了大量農煙 那現在火是已經撲滅了之後 我們現在進行排煙的作業 火警位置發生 新北市土城區移出社區大樓 19號凌晨3點多 地下室二樓一部黑色轎車 引擎室部分起火不斷冒煙 也因為地下室是密閉空間 濃煙不易排出 讓警銷道場不斷搜索 才找到起火點 當時大樓的灑水系統已經啟動 但相反人員不敢大意 花了約一小時撲滅火勢 至於燃燒面積大約一平方公尺 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在警方調查理清